曾获一届最高荣誉医疗奉献奖的澎湖慢性病防治所长侯武中 今年2月发现罹患已脏癌日前不敌病魔此事 得年55岁中央社资料照片分享 澎湖人医侯武中的太太陈慧娟 今天向总统府秘书长吴钊谢帝送陈情书 恭请总统蔡英文协助在白沙智利侯武中 医师塑像纪念公园及文物纪念馆 同时改善澎湖的领导医疗问题 今天是侯武中的告别室 总统府秘书长吴钊谢代表总统蔡英文颁发高养令 并向侯武中家属表达慰问 陈慧娟则向吴钊谢递交建议书 吴钊谢手下允诺带回演绎 陈慧娟在陈情书中指出 侯武中任职白沙卫生所二十余年 需定期赴离刀等巡回医疗问诊 骑头于港的交通航班不足 无法配合进出 中屯于港则因港口设施不足 且无交通船航行 急需改善 希望能增加离岛航班班次经费补助 方便离岛居民就诊或询诊 另外陈情书中也说 盼鹏虎二三级离岛的卫生室能升格为卫生所 可补足医师 护利人员 并先从居民人数较多的白沙 鸟羽 吉备 万安汉将军等离岛卫生所做起 改善离岛居民无一看诊的困境 我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超过后 下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超过后